我們被非法的這樣子感應太久了 我們要的是一個合法的土地 60年就是這個答案 除了這個答案我們所有都必要 對不對 這是我們所有台灣原住民部落 都市原住民部落的共同的目標跟決心 但如果沒有談到這個東西 答案很清楚 剛牧師講一個 就是我們回去 把我的家人捍衛起來 對外的 我們下次就不來這裡了 下次就要行政院去對不對 而且我知道 我們現在努力的目標是 下次到行政院就會有50個人 基里落把 台灣原住民運動史上 規模最大的落把行動 答案我們答案就是這樣子 要你就給我土地 不要我們下次就到行政院去對不對 大家要往這個目標努力 加油 今天 我所看到的警察 身上帶著警棍 就是一副要來鎮壓的樣子 他們帶著警棍來這邊 就是把我們當作暴民 把我們當作 我們就會在這邊暴亂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帶警棍 可以請問一下今天為什麼要帶警棍來 是不是有預期到會有什麼衝突 可以講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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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問一下通常在警察的一個作業規範裡面 什麼樣情況要帶警棍 我問一下今天來的用意是 因為議員表達關係 我們現在針對於拆遷那邊來跟大家再做一次的說明會 目前兩邊兩個處是有沒有討論出一些比較好的安置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先開完會 之前沒有討論嗎 今天最主要是要說明會 今天當地的那個微政見戶的意見 我們開完以後 那有聽說明天就要猜是真的嗎 我不曉得 我沒有聽說 所以說明天不會猜就是 我們不知道 今天只是說明會 為什麼每次把我們弱勢出錢從河川地趕出去 難道說自由我們原住民的家園是違反的 難道說我們自由我們原住民是違反的嗎 我們說到那個張建的通知以後 他在四天之內叫我們砍出去 你說三天之內我們去找某一個落地的地方難過嗎 摸摸自己的良心 三天之內讓我們砍出去 我們是什麼東西 我們也不是豬 鵝鵝不是牛 分出去就放出去 我們的河道是 不定 就隨隨隨會轉來轉去 高坦地 從河道一直到高坦地 然後政府要規劃一個提法 或者是危險地區 我請求副處長 打理你們的圖 你們的圖 先給我們看 收益一下 到底我們的守住的支出 有什麼危險 那相關的河川那個治理縣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歡迎到縣府這邊來查詢 我們這邊都會很樂意來提供這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一水利法 在水利法裡面 它其實就是為了河防的一些安全 它其實是有一些禁止的行為的 在水利法的第七十四條的第四條 它明文的定定說 河川區域裡面禁止建造工廠或房屋 所以代表說 我們目前就是 這一次拆的區域裡面 都是在河川區域裡面 那如果你們要查詢 可以到我們處理來查詢 過去這裡也有拆遷嘛 不只包括武嶺橋那裡都拆遷好幾次 不是說做工程才有拆遷 站在河川管理的立場 那裡的確會有危險 誰告訴我們危險 就是河川繼續劃下去 就危險 水利法八十二條 八十三條 七十八條 都有規定 都有規定 所以只要種植的話 我們從來沒有找你們 但是住那裡的話 在 我們是 有法令這樣規定 我們一定要去執行那個法令 所以住千萬不要 只要有居住的事實 我就算是不做工程 我都會去拆遷 以前也曾經 也曾經拆遷過 而且比這次的規模都大 這第三點就說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我住那裡從來沒有淹水啊 他是用兩百年的頻率 去劃定那個河川區域前 所以你說你住三十年二十年 從來沒有危險 那那個縣不是縣政府化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今天你們要看圖 假如你們要看的話 非常歡迎明天 就到我們河川區去看 我會請葉科長拿給你們看 你們住的是在河川圖級 現在在哪裡 那今天 呃 主持人就是 就是 就這樣結束 把我們 推開 我跟你無言無從 我不會不想找你麻煩 我也不想找你麻煩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們希望你喔 盡快能夠來搬遷啊 這樣子可以減少省事 要搬遷到哪裡 要搬遷到合法的地方 不能在河川區域內 那我們就是沒地方客區啊 那我也很想要土地啊 那我們一起來要啊 好不好 剛剛那位河川科的葉科長那位女士 他明明有帶出來 但是他說沒有帶 我們應該有觀察到 他那一大報是什麼吧 那裡面是圖 但是他不拿給我們看 是說什麼嗎 是 真懂我們嗎 有沒有相信 有沒有說我們會看得懂呢 他們覺得 其實我們就是看不懂 所以他們帶來了 但是連拿都不願意拿出來 說沒有帶 請各位 法律法律 明天自己去桃園縣政府找他 他會給你看 送你一杯茶喝 這非常非常的瞧不起我們 我們願意被這樣瞧不起嗎 我們要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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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我們在簽名的時候 一直看到那個簽到單上面寫的是協調會 但是剛剛那位自以為自己是主席的 水戶組的副處長說 不是協調會 只是說明會 但是很奇怪 說明會為什麼連都沒有拿出來 帶來了卻不拿出來 是什麼道理 是什麼道理 因為剛剛科長講說是說明會 不是協調會 可是因為簽到單上面是協調會 不是說明會 所以這個有一些落差 那可能他自言用錯了 這協調跟說明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啊 對 副處長 我已經表達就是說明會 所以今天是說明會 副處長 我們還有意見 結束我覺得 現在 我有聽你講 那你就 都 也讓你們都 是不是還有別的 你只有接受我們的意見是不是 今天 我沒有接受你的意見 我是聽到了 聽到了 然後跟你做答覆 你不了解的地方 跟你答覆這樣 那這樣 今天的目的是什麼 只有說明給我 因為你不是跟那個 吳議員反應就是說 都沒跟你們說明 你們不了解 吳議員給我講的是協調會 所以如果沒有名義代表反應的話 這件事情就算了 我們本來就要 現議員給我講的是協調會 你現在拆協調會執行的嗎 就是這樣子 你講完就走了 你拆 拆漂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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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地要高一點 不要再講那種話 這是漂亮一點 官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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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啦 隔地要高一點 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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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